坊间小路上堆满杂乱无序的水管 一路延伸到海岸边 有的甚至贯穿堤防 危机结构 这里是屏东芳辽乡的大庄村 由于养殖渔业新盛 业者从海边接管线 引进海水养鱼 形成绵延数公里的水管墙齐景 然而这也导致了芳辽一带 长期有着因地层下陷 而造成容易淹水的问题 漏后的时候 茎的鱼水 前两年鱼水是很严重 像爸爸的水素就给他们一楼盆 这些是差不多 你看到都有增高贵 那就是地层下陷 它不方便的地方 你若是当中山枣 嗯 茎15不出于15 因为它 你这里没有落药 我知道它的水就会倒灌进来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都有 那些水基 在茎15之前之后 差不多前后一个礼拜 都会水倒灌进来 所以你如果沒抽到整個爪路 絕對一定都會淹水 即使沒有下雨 大莊村的居民也要擔心淹水 若是下起雨來 狀況則是更加慘烈 數十年來 這些密密麻麻的水管 也佔據了排水系統 導致排水溝中的淤泥無法被清除 我們村莊淹水溝比較嚴重 那個營養比較大的話 排水系統不好 講起來是排水系統不好 下線也有 下線也有關係 排水溝那個淤泥沒有辦法去做清除 因為排水溝裡面都放很多排水管 沒有辦法那怪手下去刮水 那個淤泥清掉 淤泥一直墊高 它的吸血量就比較少 魚下大的話就馬上淹水 現在我們剛村莊剛做了一個改善工程 它也是淹水差不多30公分 對 現在那個工程在做 還有那個是在淤泥的部分 但是在村莊這邊的排水系統都沒有過 有水機會要去申請 但是還有下午 方寮鄉大莊社區發展協會 有在地媽媽們傾訴著八八風災當時所遭受的禁獄 而一次經歷後 居民具備基本防護措施 使家中物品能夠受到最小的傷害 以免再一次的損傷慘重 救生亭進來 我們是從二樓的陽台上那個救生亭的 這個是水淹到這裡都有痕跡 我就把它畫一個線 我兒子當時在當兵 打電話回來我們是躲在二樓 整個樓下都淹了 你沒有想到說會淹那麼高 他打電話回來說 聽說我們那邊水災淹水有沒有怎樣 我都說沒怎樣沒怎樣 因為他在當兵你跟他講他會擔心 當時退的時候是那個 那個拖鞋是在那個排油煙機上面 我還遠遠的看那個紅紅的什麼東西 那個拖鞋啦 拖鞋是在排油煙機上面 整個只有像照片沒有淹到 其他通通換新的 這些東西通通換新的 不然這裡有用一句話 媽媽坐 吃龍蝦 爸爸坐 跑到不半 漁民的生計仰賴這些水管 但要同時顧及景觀和安全性 縣府即使設置了海水供應站 也需自訂罰則在內的配套措施 才能讓原本雜亂不堪的水管牆消失 還給當地一個遼闊的生活空間 記者黃愛華 戴寅盧 新任偉 屏東報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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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